有民众带着一家来到花莲旅游 入住花莲市区的一家饭店 没想到半夜竟然跟米奇贴脸还对上眼 当场吓醒 担心孩子被咬 赶紧叫醒老公驱赶老鼠 而退房时跟饭店反应 却只给了一瓶吸收乳 民众忍无可忍 po上网路 而饭店则没有回应 卫生局表示 将不定期击查旅馆的环境卫生 照片中石画下头一只黑漆漆的东西 紫棋桥竟然是只有着尖尖长嘴的米奇 现在就有网友带着家人来花莲旅游 入住市区一家hotel六楼房间 大半夜睡得正香 突然觉得耳边被东西碰了一下 还传来呲一声 吓醒后看见床头上一只大米奇 正常会换到别的房间 没看到为主 当初就是看着网路评价不错才订的房 没想到半夜三点多被老鼠叫醒 睡眼惺忪 还来个人鼠眼对眼 担心同住孩子被咬伤 直到凌晨四点多才和老公成功把老鼠赶走 退房时跟饭店反应 却补偿只给一瓶吸收乳 饭店不回应 花莲县观光处也说没有接到民众检举 不过网友当下有拍下照片存证 卫生局表示将不定期寄查旅馆的环境卫生 谁都不想开心出游还要与鼠同住 又是染病可就不只是心情不美丽还损疾自身健康 记者众报道